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传奇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海妖的悲恋之歌,希腊的海洋传说,二巫婆的飞行课,意大利的扫帚传说,三星际牛仔的银河奔腾,美国的太空冒险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海妖的悲恋之歌,希腊的海洋传说 各位亲爱的雪海附沉者,今日我们将扬帆启航,是像那古老而神秘的希腊海洋传说,探寻那些令人心最神秘的海妖们的悲恋之歌 请谨戏你们的理智之毛,以免被这些传说的魅力所吞噬 首先,让我们揭开海妖的面纱 在希腊神话中,海妖,Sirens,通常被描述为扮人扮鸟的生物 后来的艺术作品,则更喜欢将它们描绘成迷人的扮人扮语形象 他们的歌声甜美动人,足以让任何经过的水手忘记一切 甚至忘了自己的名字,只想永远聆听那不绝于耳的旋律 然而,海妖的歌声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一道致命的诱惑 据说,被它们的歌声迷惑的水手会不顾一切地驶向它们的岛屿 结果不是撞上隐藏在波涛下的险礁 就是饿死在那片不毛之地成为海妖收藏的人类骨头的一部分 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奥德修斯《Odysius》的冒险 这位狡猾的英雄在回家的路上得知了海妖的存在 为了既能听到海妖的歌声又不至于丧命 他命令船员们将自己绑在围杆上并塞住他们的耳朵 这样,他们就能安全地使过海妖的领域 而他则成为唯一一位听过海妖歌声而活着离开的人 但是,海妖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诱惑和危险 在某些版本的传说中,海妖其实是悲伤的灵魂 他们的歌声反映了他们对失去的爱和生命的哀悼 有人说,他们曾经是女神普尔塞福尼的侍女 因为未能保护她免遭冥王哈迪斯的绑架而被诅咒 永远在海上徘徊 用歌声吸引和他们有着同样命运的灵魂 无论如何,海妖的故事提醒我们 美丽往往伴随着危险 而悲伤的歌声有时比快乐的旋律更能触动人心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时 不妨想想那些古老的海妖,她们的爱情,她们的悲伤,以及她们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想 只是,别忘了保持理智,不要让自己的船只出交了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巫婆的飞行课,意大利的扫帚传说 各位亲爱的学生,巫师学徒,以及对超自然现象有着无穷好奇心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巫婆的飞行课,意大利的扫帚传说 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 虽然扫帚上并没有,我们即将起废 首先,让我们搞清楚一件事 意大利不仅仅是比萨斜塔和罗马斗朔场的故乡 它还是一个充满了神秘传说和迷人民间故事的国度 在这些故事中,巫婆和她们的飞行工具,扫帚,占有一席之地 根据传说,巫婆们在每年的4月30日,也就是所谓的女巫之夜 Nate del Strec,会骑着扫帚飞往集会的地点 这一天,也与古老的节日贝尔坦之夜,Valpurgis Night,相吻合 当时人们相信,邪恶的灵魂和巫婆会在这一夜聚集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些飞行扫帚的起源 有人说,这个传说起源于古代的生育仪式 女性会拿着扫帚,在田野间跳跃,以祈求丰收 她们跳得越高,作物就会长得越好 后来,这个仪式被误解为巫婆在夜空中飞行的画面 当然,我们不能不提到那些飞行药膏 据说,巫婆们会制作一种特殊的药膏涂抹在扫帚上 然后骑上去 这种药膏含有致幻成分,让巫婆们产生飞翔的幻觉 这种药膏的配方通常包括了一些 让我们说是非常有机的成分,比如曼陀罗和铁线连 现在,如果你们想要体验一下飞行的感觉 我必须提醒你们,现代的航空法规并不允许未经许可的扫帚 在空中飞行 所以,请不要尝试在家里自制飞行药膏 否则你可能会从窗户飞出去,最终落在法律的网中 最后,我们可以从这些传说中学到什么呢? 首先,人类的想象力真是无边无际 其次,如果你在意大利的某个古老村庄看到一位老妇人在扫地 也许她只是在清洁她的飞行工具准备下一次的夜间冒险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记得,下次当你看到一把扫帚时,给她多一点尊重 毕竟,你永远不知道她可能有过的神奇历史 谢谢大家,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际牛仔的银河奔腾 美国的太空冒险 各位同学,太空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航之子的星际旅人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些穿梭于星际的美国牛仔们 不,我们不是在谈论科幻电影 而是真实的美国太空探险故事 当然,如果你期待有外星酒吧打架 或是与外星生物的决斗 那么,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但别担心 这段历史同样精彩绝论 首先,让我们回到20世纪60年代 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就像两个邻居 一个建了个高大的篱把 太空竞赛 另一个就想跳得更高 美国的太空计划 也就是NASA 当时的目标非常明确 把一个人送上月球 并安全带回来 这句话来自于约翰 F.肯尼迪总统 他可能没有穿过牛仔裤 但他的梦想绝对是星际牛仔级别的 接下来的几年里 美国的太空计划就像是一部西部片 充满了冒险 挑战和不确定性 阿波罗计划就是这部电影的高潮 将人类的足迹印在了月球上 当尼尔 阿姆斯特朗在1969年 说出那句历史性的话 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时 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这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登月 更是对人类梦想的一次巨大肯定 但是 星际牛仔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在阿波罗计划之后 美国太空探险的篇章继续展开 太空梭计划让太空探险变得更加常态化 虽然他们看起来不像是传统的牛仔做起 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飞行砖块 但他们确实将许多宇航员送入了太空 完成了无数次对国际太空站的补给任务 当然 太空探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就像西部片中的悲剧一样 挑战和危险总是存在的 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太空梭的悲剧提醒我们 太空探险是多么的艰难和危险 而今天 美国的太空探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私人公司如SpaceX和Blue Origin 正在将太空旅行商业化 这意味着未来不仅仅是训练有素的宇航员 普通人也有机会成为星际牛仔 想象一下 一群穿着太空版牛仔帽的旅客 在星际间穿梭 这画面是不是很有趣 总之 美国的太空冒险 就像是一部永无止境的史诗 充满了勇气 创新和对未知的探索 而我们 无论是作为观众 还是未来的参与者 都有幸见证这段历史 所以 系好安全带 准备好你的太空牛仔帽 因为这场银河奔腾 才刚刚开始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 希腊的海洋传说 意大利的扫着传说 以及美国的太空冒险 这些故事 充满了神秘 想象力和冒险精神 让我们对世界 更加充满好奇 海妖的《悲恋之歌》提醒我们 美丽的事物 往往伴随着危险 同时 这些故事也告诉我们 悲伤的歌声 有时比快乐的旋律 更能触动人心 而在《乌婆》的飞行课中 我们看到了意大利古老的仪式 和《乌婆》传说之间的关联 这些故事充满了神秘和幻想 在《星际牛仔》的银河奔腾中 我们回顾了美国太空探险的历史 从阿波罗登月到太空梭计划 再到现在私人公司的 商业太空旅行 这些故事充满了勇气 创新和对未知的探索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海妖的故事有什么看法 你是否相信扫帚可以飞行 你对美国的太空冒险 有什么期待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问题 分享我们的想法 并继续寻找更多有趣的故事和探索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